北京时间9月20日19点35分 2017年长安福特杯中国足协取近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在取近市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继续进行 中国男足U19迎来第二个对手塔吉克斯坦U19 比赛中郭田宇为中国U19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中国U19最终以1比0的比分战胜对手 迎来四国再两连胜为防备之后 中国国卿换帅贾奏全成为新主教练 这也是贾指导再次挂帅国卿成为主帅后 贾奏全此前帅队参加了中日韩青年运动会三场比赛 中国国卿取得了二胜一负的成绩 本次长安福特杯邀请赛在9月20日至24日之间展开 中国U19男足国家队在取近市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 与阿曼塔吉克斯坦和墨西哥三国国卿队争夺最终的冠军 也是为了让中国国卿更好备战今年年底打响的亚青赛 在首场比赛中中国U19以2比1的比分战胜阿曼U19 比赛开始之后双方互有攻防 第四分钟塔吉克斯坦获得机会 长传球到禁区 摄尔沃尼高高跃起投球攻门 皮球擦着右侧立柱出了底线 二分钟后塔吉克斯坦传球 金浩翔用投结围出来 外围舍里丁的球大禁区前沿凌空抽射高出衡量 第十二分钟 叶尔凡为球队在前场左边路赢得任意球 苏士豪主发起左脚将球传至后点 刘若凡跃起强点投锤攻门 门将伊索克夫将球挡出 朱晨杰在门前迎球强点投球补射 皮球及重力助弹出 叶尔凡前插至门前 在补射时冲撞门将犯规 这次进攻 叶尔凡也因为冲撞门将吃到航台 第十七分钟 中国队进攻 右路黄瑞峰得球鞋45度起球到禁区 禁区内叶尔凡高速插上投球 攻门高出衡量 第二十二分钟 前场左路乌亚托夫得球 带球突入禁区 陈国良上墙卡住身位 中国队门将彤彤即使出击把球没收 第二十八分钟 塔吉克斯坦队萨洛姆进区内抽射 门将轻松拿住 第三十分钟 塔吉克斯坦队边线球给到禁区 蓬蓬高高跃起双拳把球击出 外围塔吉克斯坦球员的球赢球打门高出衡量 第三十二分钟 刘若凡突破被放倒 中国队获得大禁区右侧定位球机会 陈敖定位球开出 弧建球给到禁区 打在了人墙上 第三十八分钟 努尔马托夫前场左边路接到队友分球 其稍作调整突然起左脚掉射 蓬蓬注意力非常集中 在门前将球摘下 第三十三分钟 波波耶夫中场中路得球突然起脚远射将球打偏 经过一分钟不时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国队战时0比0汉塔吉克斯坦战平 下半场双方一边在战 第49分钟 中国U19队率先打破场上将局 中路得球后一脚直塞球给到前场 大禁区前沿郭田宇面对对方两名防守队员 一个急停调整后起左脚抽射 塔吉克斯坦门将一个侧扑 但是球没有扑到 皮球球应声入网 中国队一致0领先 第55分钟 塔吉克斯坦队也获得机会 任意球鞋45度起球到禁区 后点乌亚托夫投球百度到右路 禁区内右侧瓦达特跟上一脚抽射 被蓬蓬神勇扑出 第62分钟 塔吉克斯坦获得一次大禁区 左侧定位球机会 弧线球开出直接出了底线 第66分钟 塔吉克斯坦对瓦达特犯规放到了郭田宇 裁判给了黄牌 第67分钟 罗金的球左路长传球过顶到禁区 液尔翻得球百度一下 后点郭田宇跟上右脚直接抽射 球擦着球门左侧立柱出了底线 第73分钟 中国队左路继续进攻 一季直塞球 中路叶尔翻回撤拿球 被塔吉克斯坦上抢得到 第79分钟 叶尔翻建功新切 进区外直接起脚打门放了高射炮 第80分钟 右侧中国队获得下球机会 弧线球给到禁区 后点出陈杰高高跃起 甩头攻门 擦着立柱出了左侧底线 第82分钟 被定位球给到禁区 叶尔翻投球百度一下 身旁的郭田宇拦了一脚倒钩 再次稍稍偏出 第88分钟 中国队直塞球发动进攻 叶尔翻高速插上到禁区 干扰下倒的 但裁判没有表示 第89分钟 叶尔翻再次拿球进攻 调整一下左脚一扣后 右脚抽射 库米德祖恩侧身倒的 把球铺出底线 全场5分钟的捕持 将圣龙身后拉拽 犯规吃到航排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U19以1-0 战胜塔吉克斯坦U19 进球信息 中国U19队 第49分钟 郭田宇长驱直入 左脚抽射破门 中国U19首发 1.彭彭 3.朱晨杰 4.苏世豪 46.罗金 5.金浩翔 7.叶尔凡 8.黄瑞丰 46.郭田宇 10.刘若凡 61.19.阿卜杜 13.宫秋月 46.17.陈国炕 15.陈国梁 25.蒋圣龙 28.陈敖 61.11.徐浩阳 为上场替补 6.张浩 16.徐月 18.燕浩 22.祈宇西 23.赵建飞 24.刘新宇 27.吕薛安 塔吉克斯坦首发 2.努尔马托夫 825.马努舍尔 撒法洛夫 3.哈努诺夫 6.马赫马达扎里飞 824.沙里波夫 7.马巴特舍夫耶夫 74.20.扎比洛夫 9.摄拉夫乔恩 58.15.马拉杜斯托夫 10.波波耶夫 12.萨法洛夫 13.巴洛托夫 16.伊索科夫 21.萨米耶夫 74.11.阿卜多洛耶夫 22.阿夫哥诺夫 58.18.约德格洛夫 为上场替补 1.哈比布洛耶夫 4.米拉佐耶夫 8.阿兹莫夫 17.达夫拉托夫 19.马利耶夫 23.苏拉莫诺夫 2.饼